我们来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昨天证实,以军从荡天来上开始进入袈裟地带展开地面攻势。 致命发言人说,以军在袈裟的军事行动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行动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进行恐怖活动的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决定征召大批预备一亿士兵为以军在袈裟的进一步行动做准备。 袈裟军部门负责人当年表示,以军的攻击造成至少450人死亡,2300人受伤。